山东烟台拥有140万亩的海洋牧场 在全国地级市中排名第一 这些海洋牧场涵盖了从鱼种培育 到深远海养殖的全链条海洋鱼业生产体系 探索出了一条从浅滩迈向深海的海洋牧场先行之路 前不久 22.19万位黄带拟伸苗种 在烟台莱州成功繁育 实现了国内首次黄带拟伸人工繁育 和规模化苗种培育 黄带拟伸是一种深远海优质鱼种 实现了本土人工繁育后 明年这些黄带拟伸苗种 预计将实现产量超400吨 在繁育鱼苗的同时 烟台还通过投入大型深远海养殖装备 提升海洋牧场的养殖效益 在烟台长岛南皇城海域 随着京海系列深水网乡里鱼类的成熟 一场在大海上的收获正在进行 起降机将一个个装满鱼儿的巨大网兜 转移到运输船上 2.5万尾近4万斤的成品黑军鱼 将从这里销往全国各地 去年全年烟台的水产品产量 已达到185万吨 渔民人均收入达到3.7万元 近5年年均增长8% 截止到目前 全市已经建成的 沈济祥的海洋牧场达到46出 其中国家级的海洋牧场 2.7出 越占全国的8分之一